你可以注意到是不是每一個像次它上面都是n 這個雖然是a的兩次方 但是它有b的一次方去補足 這個是a的一次方 那有b的兩次方去補足 所以你們最後會發現 因為n次方 所以它上面有個c 加起來總和就是n方 沒錯 好 那它加起來總和都是n 代表說這個是a取了兩次 b取了一次 這是a取了一次 b取了兩次 那這是b取了三次 那以這個例子而言 你a和b裡面取三次都得到b的情況有幾種? 對嗎? a和b裡面取三次都得到b的情況是有幾種? 對嗎? 三次都得到b 就只有b...b而已 那取第一次得到 就是取一次a然後兩次b的情況有幾種? 取一次a兩次b的情況 三次裡面取一次a兩次b的情況 來看看 三次取一次a兩次b 它就有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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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b、a 所以是不是三種? 所謂的排列組合不就是這個嗎? 對啊 所以我們說它是c 這個3取2 因為三個裡面呢 取兩個取放a 剩下的就是b 對啊 三個裡面取兩個取放a 對 這個是不是這樣? 三個裡面... 喔 取兩個人知道 這是3取1 抱歉 A的話... 不對 這是什麼? 這是b3取2 以b來看是3取2 以a來看就是3取1 但是其實它是對稱的 因為3取1就給3取1 OK 所以你要看我到底是a是主角 還是b是主角 那如果a是主角的話呢 這個應該用... 這個應該用c3取1 對不對? 那如果b是主角 這應該用c3取2 對不對? 那就看你認為誰是主角 那主角通常你就是認為成功的這個就是主角 那失敗的這個就是... 就是... 配角 你可以這樣想 那... OK 那... 這個是三個的情況 四個的情況呢 舉個例子 這個比較特別 四個的情況 A平方便 兩方的哪幾個都可能進 A平方便 我先選 A A B OK 那... B A B A B A B B A A B B A B B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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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嗎? 那 這個 這個東西很常見 我們翻一下課題 三支二十七頁 三支二十七頁的二項定理 前面的係數C分取K 那 這個是有多少種 可能 但是我們現在要算的不是可能 我們現在要算的是機率 對 二項分配要算的是 這個 這個 取到這個情況的機率 取到這個情況的機率 請看 下面 來 定義3.5.1 三支二十八一 我們 取到這個情況的機率 把這個 填 我們課本這樣寫 是 1-s 1-s 等於 Cn-s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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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s 2-s 1-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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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s 是來 來想 或者是另外一種想法是黑球 白球 然後這個是黑球 這些想法都可以 那 這一個 成功的機會是P 失敗的機會不就是1-P嗎 OK 那所以 它總共的 出現 X次成功的機會 不就是C,H,X,Z,P,X,U,P,N,P 另外 因為 一種組合是這麼多 它有這麼多種組合 所以全部機率交起來 就變成它的總機率 那這個總機率就是一個成功次數的隨機變數 所以這個成功次數隨機變數 它的機率密度函數就長這個樣子 那這個成功次數的隨機變數 機率密度函數長這個樣子 那它的總和是多少我想問 也就是說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是有N次試鏈嗎 那有N次試鏈裡面可能有0次成功 有1次成功 有2次成功 一直到有N次成功 那這個總機率是多少 一個合理的機率分布應該總機率是1 那它有總機率是1嗎 你先想看它總機率是不是1 怎麼想呢 你看這裡 我不是A的K次方B的 我覺得K次方B 可以知道嗎 那A如果我把它代P B我代E-P呢 會怎樣 那它不就是P加上1-1 這是多少 B嘛 所以它是一個合理的機率密度的函數 沒錯嘛 對吧 對吧 因為這個P加1-1 P就是消掉了 所以就是E的N次方 一樣 所以它的總機率確定是應該做 因為根據這個公式 它其實就是這個 那既然是這個的話 把機率帶出去 算出來 就一樣 好 所以它是一個密度藍數 是合理的 而且P有個條件 免效率 等於P效率 1 好 OK 所以現在我們對二項分配 稍微有一點了解 那 這個二項分配 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那我們來看幾個例子吧 請看那個3428頁下面的範例3.5.1 我這裡會 我會發現 看這種東西 看題目比算數學更難 我有時候會這樣覺得 所以有很多小學生 其實它數學學不好 其實是國文的問題 對 因為它看不懂那個題目 我來看一下 近來 對於德國A行管制員的研究顯示 長期盯著螢幕上的資料 這些管制員很難保持工作的準確性 該研究提出一項令人驚訝的觀點 當雷達螢幕上的點出現頻率太小 黑行管制員偵測出這些點的能力會降低 每當30分鐘出現100個訊號 正確便是一個訊號的機率約為0.9 但是如果30分鐘只出現10個訊號 機率便降為0.5 這是假設人的大腦如果沒有接受之機 就會開始失神 令S表示30分鐘之內接收到10個雷達訊號 被飛航管制員正確辨識出來的束縛 這個實驗包含一連串N等於10的獨立而且相同的活努力試驗 成功表示正確便是訊號 成功的機率為P等於1分之1 由於S代表固定次數試驗的成功次數 因此S是一個二項變數 並N等於10-P等於N之1 根據定義3.5.1F的公式 它的機率密度是FS等於CNGSPS P-P的N-S示範 或者是CNGS代表固定 結果我媽現在不用算 他已經把答案告訴你 那你看懂解憶了嗎? 有點亂掉其實是國文問題 應該不是數學問題 反正他最後就是說 P2分之1 P2分之1代表固定 那N多少? 10代表固定 那就這樣 他的機率密度函數就是 10取S 所以2分之1的S2 可以2分之1的10-S2 他只是要告訴你 你的機率密度函數的範例而已 但是講得很大一串 他會只幫他講這一串 告訴你這個東西是有用的 就是說在真正的問題上面 他不可能會出現 但是我覺得這題實在太長了 可以到後面前面都忘記了 接下來要再看3-29列 翻譯3.5.3 他說那10個雷達訊號 要求最多7個訊號被正確辨識出來的機率 那就是從0個訊號還是一直加到7個訊號 因為他說最多7個 那就是0個也算 1個也算 不算到7個 那就是SIGMA SIGMA S等於0到7 C10取S1分之1的S18 2分之1的S-S18 那這樣子你可以直接用電腦算 以後手算的話 這也會算到 不知道好 你這樣把那個C分取S 是一個很難算的東西 即使電腦算也往往算不出來 當N很大 S又很大的時候 電腦也算不出來 為什麼N很大 S也很大 S又電腦轉轉 N CHS 就等於N接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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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階呢,分720 7階呢,就開始很難算 5040,7,749,724 對,5040,這點很快 那8階 40320,這位同學有學過信誦嗎?算這麼快? 好,我沒有驗證過 所以請各位自己算看 是不是膨脹很快? 那,有人可以算出100階嗎? 那,只是100個球取一個球而已耶 這個是很常見的一種case 100個球取一個球 100次裡面成功幾次? 這很常見耶 我們有時候隨作就是10萬次耶 那怎麼辦? 你會這樣去算嗎? 你不會這樣去算 所以 在我們書的後面 還有一個B進定 你可以用常態分布來B進和相分布 用常態分布來B進 那用常態分布你查表就可以了 你就不需要真的去算幾次了 所以這個是很恐怖的東西 各位念電腦應該知道 什麼叫做波像式函數 那什麼叫做 幾何奇數 幾何奇數 什麼叫做 算數奇數 算數奇數和幾何奇數是什麼意思? 這個東西在電腦裡面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算數奇數跟幾何奇數 算數奇數跟幾何奇數 算數奇數是什麼? 這種東西叫算數奇數 不管你斜率多少 直直的上去 這種東西叫算數奇數 幾何奇數呢 它會像這樣 但是這個呢 你會看到它有點像二次藍素 它不是二次藍素 它比二次藍素更恐怖 那這種就是說 Fs等於cs 所以我們就算數奇數 對 線性 幾何奇數是什麼呢? 幾何奇數是 Fs等於2的s18 那這個s可能是0啊 1啊 6啊 OK 2的s18 只要某種問題 它的解決 需要用到這麼多時間的 那種都視為 電腦上不可解讀的 幾乎解不出來 因為數字一大 就解不出來 那我問你 2的32次藍多少? 哇靠 2的32次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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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2的32次藍就是4G 4G啊 你沒那個 你沒那個 誰能點 4G 有量 對不對? 2的32次藍就是4G 其實這很大 這很大 如果它寫成10經位的話 是這樣 超過 超過 而且再乘以4 超過這個數字 那這個數字是多少? 六五零是百萬 對不對? 一百萬比一百萬 一百萬比一百萬 一百萬比一百萬是多少? 等一下 為什麼呢? 來 各位那個英文喔 到千的時候是用K 對不對? 幾K幾K 我們電腦的容量是這樣算的 到千的時候是幾K 到百萬的時候是幾M 對不對? 對 對 那 到 這裡的時候 是多少?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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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這裡的時候呢? 7 7 7 所以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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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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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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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這樣算 中文四個零點一點 這裡是y 然後呢 這邊是y 然後這邊是兆 所以t其實就是兆 一t就是一兆 四t就是四兆 OK 因為一個是三乘四 一個是四乘三 那這邊剛好對清 不管是怎麼樣 這個是二的四方 但是有時候 你可以寫十進位 十的S四方 這個都是很恐怖的 因為你最後就是零一直加上去 十的S四方就是一直在加點 一直加點 那這個數字就很快就變天文數字 那會是一個非常大的 所以當你看到有一個問題需要 用十的S四方產生解的時候 你就知道那個問題基本上不太能解 為什麼 因為當S一大的時候 你就根本不能解答 你的電腦做幾萬零都做不完 那這個在各位另外有門客 是要做演算法 演算法裡面就是主要在採討這個問題 到底要做多久做多久 那最後你會發現 有一種問題呢 就是要做那麼久 那基本上那個問題呢 就是目前的電腦不能回立的問題 那甚至另外還有一種問題是 電腦不管做多久都做不出來 不只是暗機 是理論上根本就做不出來 那像這種 像這種 十的S四方產生就是會暗機的 因為你做下去 到你死掉的時候 它都還不會阻擾 那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 不會暗機的 但是另外還有一種問題是 根本 連暗機都不用暗 反正理論上 它就是做不出來 那種問題像停止問題 停止問題 永遠都做不出來 有沒有聽過停止問題 沒有 停止問題沒有 請問介紹一下 好 我寫一個層次去判斷 另外一個層次會不會停 蛤 層次各層次 對 我想要解決一個問題 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很多層次 那你那個層次跑到那邊暗機 那我想知道說 那我可不可以在還沒跑之前 我就先檢查它 如果這個層次會當機 我就不要跑到 那我現在還沒開始執行之前 我就檢查它 說OK 那這個層次輸入這個 這個輸入之後會不會當機 請你這個層次告訴我 另外那個層次告訴我 那如果另外那個層次可以告訴我說 這個層次會當機呢 那我就不要執行它 那如果有一個這樣的層次不是很完美啊 反正電腦就永遠不當心 我要執行之前先政策 但是 計算理論告訴各位 這件事情做不到 那為什麼做不到呢 我 這個有點複雜 我先講一個簡單一點的例子 理髮師問題 理髮師問題 有人聽過嗎 有啊 欸你們有說過理髮室決嗎 有講理髮室決嗎 沒有 沒有 理髮室決 OK 理髮室決 理髮室決 有一個理髮室 假設全世界現在就只有一個村子 比如說全世界的人都只在 木葉人者村這個村裡面 好不好 那全世界就只有木葉人者村這個村 然後呢 木葉人者村有一個理髮師就這樣講一句話說 我要替所有 所有 無自己底頭髮的人裡頭髮 但是我不替那些自己底頭髮的人裡頭髮 我要替每一位 無自己底頭髮的人裡頭髮 但是我不替任何一位 自己底頭髮的人裡頭髮 這樣你們了解嗎 請問 這個理髮室做不做得到 只有一個村子 對 全世界就只有木葉人者村 這個理髮室也是 木葉人者村的村民之一 辦得到嗎 應該是辦得到 辦得到嗎 好 那稍微調查一下 覺得辦得到的請提醒 覺得辦得到的請提醒 覺得辦不到的請提醒 覺得辦不到的請提醒 辦不到的人比較多 請放下 你們幾乎都答對了 請告訴我為什麼 他自己 他自己 對 有人很清楚 一看就知道問題在哪 他自己是個問題 他要不要幫自己裡頭髮 他如果幫自己裡頭髮 他就幫了一個自己裡頭髮的人裡頭髮 就違背了他自己的宣言 對不對 他如果不幫自己裡頭髮的話 他就沒有幫全世界不自己裡頭髮的人裡頭髮 又違背了他自己的宣言 因為他弱掉了一個 就是他自己的 對吧 所以 他的宣言呢 基本上 是一種不可能的宣言 所以在你還沒有看他裡頭髮之前 你就可以跟他講說 你根本不可能做到 這跟我們小學之後所聽到的那個 毛頓問題 很像 毛頓問題不就是說 有一個人在賣毛 他賣毛的時候就說 我這個毛呢 無間不吹 全世界上所有的頓都可以刺穿 然後又拿出一個頓來說 我這個頓呢 無毛不打 只要是毛的話 我全部都可以打下來 那 人家就問他說 那用你的毛插你的頓 到底插不插得進去 最後呢 當然他就沒有話可以講 對不對 那 所以 你不用 不用測試 你就是要說 這個人在說法 一樣 那個 李老師跟你也是一樣 同樣的 你想寫出 聽質問你的程式 也是透過同樣的證明方 你就會證明到 怎麼證明 就是把那個程式呢 輸入 問你是我現在把自己這個程式 輸入自己會怎麼樣 所以如果自己這個程式 輸入自己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他要停的不是 他不停的不是 所以 就可以證明 好 做不到 而且 那 至於怎麼詳細的證明前 在理算數據或計算理論的時候 可以仔細再去看 好 那 回過頭來 回過頭來 我們剛剛看到的 二項分配 二項分配 應該已經 不太有問題了 只是 二項分配的那個 CHP真的很大 我們是 因為它很大 所以在測到這邊 CHP真的很大 當根很大的時候 好 好 接下來 我們翻到三支三十三頁的 負二項分配 負二項分配 其實它跟二項分配 有密切的關係 只是 你會發現 這些零散分配 通通都跟二項分配有密切的關係 因為它都是白努力定律 出來 白努力試驗出來 不是定律 白努力試驗出來 那 負二項分配是這樣 請看三支三十三頁 負二項的特性 試驗包含一連串努力且相容的 我努力試驗 哪一次試驗的成功紀錄P 這跟那個 我們前面看的沒有什麼差別 試驗剛好有R次成功 由實驗者說指定 這一點 智慧關鍵 試驗要有R次成功 那也就是說 我要一直試 試到R次成功的時候 我就停 那問題是 當我試到R次成功的時候 我總共要試幾次 R次成功 那我有可能一種情況是 我每次都成功 那我只要試R次 就結束了 因為它就達到了 R次成功的條件 但是呢 我有可能是 一次失敗 但是另外R次成功 那我就要試R加一次 對不對 最後一次失敗 那我有可能是 兩次失敗 那這就 最後一次 就是 我們講 兩次失敗 那這兩次可能分布在 對 剛剛講最後一次失敗 對 最後一次一定是整功 那 或三次 或四次 對不對 那 以這種情況的話 到底 到底這樣的分布 會是怎麼樣呢 來看一下 我們課本 它用 用S代表成功 用S代表成功 然後呢 F代表失敗 為什麼 因為英文的S Success F Fail OK 然後這個是Fail 但是呢 我覺得這樣寫 不喜歡 因為我們做電腦的人 0與E是基本的 所以S我就用E F就是0 我覺得這樣寫 我們會比較容易理解 那我要達到R次成功 那我假設好了 我現在R我認為是3 如果我R是3的話 那我要達到R次成功的情況有哪些 所以 第一種是 1 1 1 3 4 都成功 就結束了 第二種呢 是 啊 我現在有一次失敗在這裡面 但是我在第四次有成功了 那一次失敗呢 在這裡面 到底哪一次呢 都有可能 所以 它可能是 用這幾種 0 1 1 1 或者是 1 1 1 0 這是 這是 4次的情況 這是 3次 就達到3次成功的情況 那這個是 4次才達到3次成功的情況 那 那 5次的呢 5次的 妳會看到這裡 所以,最後一次一定是一 但是呢,前面 因為有四次 前面有四格 前面有四格 但是這四格裡面呢 一定是兩次成功 加上最後這一次才會是三次 那 要得到R次成功所需要的 試驗之數 所以這裡 以這個五次而言 它就可能有 0 0 1 1 然後呢 0 1 0 1 0 1 1 0 把成像 然後呢 1 0 0 1 1 0 1 1 0 1 1 1 0 0 1 1 0 1 1 1 0 0 之後應該就沒有了 沒有嗎 1 2 3 4 5 沒有 還有其他的嗎 秋翔是還有 OK 所以 現在我們要做的是這個 達到第三次成功 那總共到底 應該做幾次才 總共會做幾次 那總共做幾次 這個 這個數字 就是我們的隨機變數 這個數字就是我們的隨機變數 這個數字就是我們的隨機變數 S等於3 是多少 那F S等於4 又是多少 F S等於5 是多少 OK 那這個 不就是 它的機率密度 函數嗎 好 現在我們要知道 這個機率密度函數是多少 那請看一下我們 刻本的負二項分配 3-34 隨機變數 定義3.6.1 隨機變數 S被認為是有個參數 P跟R的負二項分配 這個P就是成功的機率 那R就是要達到幾次成功的那個R 達到R次成功 那 它的機率密度定義如下 Fs等於S-E 取得R-E 等於E-P的S-R次班 P的R次班 那為什麼是P的R次班 P就是那個承包碼 P的R次班就是承包R次 那剩下的就是失敗 那前面呢 就是C跟取得R 但是呢 因為最後一次一定是成功 所以扣掉最後一次 隨便CN-E 取R-E 有意思嗎 所以最後 我們得到的那個 機率密度函數 的想法是 Fs 有於C Fs 等於S-E 取R-E 然後乘以P-E的S-R次班 乘以P-R次班 乘以P-R次班 你看嗎? OK,沒錯 所以這個是負二項分配的機率密度難數 負二項分配的機率密度難數 它的思維邏輯是最後一次一定都成功 所以這個扣掉 為什麼扣掉這個1? 最後一次一定要成功 前面你隨便亂排 所以我們剛剛的做法是不是? 最後一次我都先給他寫成功了 最後一次先寫成功了 他前面你就一按鈴就隨便 所有組合都可以 那這就是負二項分配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的離散隨機分布的那種概念 幾乎都是對應到一個成功或失敗的問題 只是這個成功失敗的問題 每一種問題 它的描述方法不一樣 譬如說 二項分布是 恩德裡面有幾次成功的 二項分布是這樣 那負二項分布是 是 一定要到達 R次成功 總共需要四幾次 所以 負二項分布的這個S在上面 二項分布的那個S在下面 後面這個 前面這邊看得懂 OK 好 前面這邊看得懂 好 就是這個排列 組合啦 應該叫組合 這個組合 也不是排列 那後面這個呢 就是 我現在 這個的機率 這個 欸 要怎麼講 這一個 出現E的機率 是不是P 對啦 就是 不管哪一次出現E的機率 是不是P 任一次出現E的機率 都是P 因為問你的定義就是這樣 任一次出現E的機率 就是P 但是 就是 前面不影響 後面後面不影響 前面 就是 就是我們一開始 所說的 白乳D事業 他是 互相之間不影響 所以 任何一次出現E的機率 就是P 那 所以我總共呢 要有R次出現E 所以就是P的R次 那 另外 就是S-R次 是 不出現 不出現E的 對啦 所以 所以 才是這樣算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 好 那 這個是定義3.6.1 那 接下來的定義3.6.1 那個是 動差生成函數 這個我們先 不管 因為 動差生成函數 這個概念有點複雜 我們需要 整整 三個小時的時間 才有辦法減 對 所以 動差生的難處 我們現在控告 都先調整了 OK 那 但是定義3.6.1的 第二點 我們稍微可以看一下 那雖然我們不知道 它 怎麼做出來 但是你大概可以看一下 E Fs等於P分之R 你會發現 它的期望值其實蠻簡單的 P分之R 那 VARS等於P平方分之RQ 請注意這邊的Q就是1-P 這邊提到的Q都是1-P 你只要在這種0-3分配裡面 看到的Q-Q就是1-P 那至於它怎麼做出來的 這後面 其實 你很容易就找到證明 像我們後面其實C 也有一些 丟證明 那這個是 負二項分配 負二項分配 要達到R次成功 所需要的實驗次數 這個是負二項分配 那 回顧一下 二項分配是什麼 N次 就是N次實驗裡面 X次成功 那個是二項分配 負二項分配 是用達到R次成功 所需要的實驗次數 不一樣 對不對 那你要分配 分辨很清楚這一點 我們 我們其實 在考試的時候 我們會刻意的去考慮這種東西 甚至我要你解釋說 那 二項分配跟負二項分配 對 到底有怎麼差別 你必須要把兩個定義都弄出來 你才可以說明到的差別 對 對 所以 二項分配是 目標做 一百次成功 然後 多一樣分配 一百次成功 一個是一百次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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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不同 那其實也就是說 到底固定什麼 變動什麼 你只要把這個弄清楚就好 在這些所有的零三分配裡面 固定什麼 變動什麼 那接下來再來看超級文分配 你會發現又很像 又很像 三支三十七頁 三支三十七頁 超級合分配的定義 定義 定義三點七點一 超級合分配 那我們先不看這個定義 因為這個超級合分配 因為你要先看他的直覺 你再來看這個公式才有意義 他的直覺在三十三十六頁 超級合特性 對不對 實驗包含抽出一組樣本 數為分 的取後不放回 是隨機樣本 什麼叫取後不放回 是隨機樣本 對 就是你有那個球 對不對 然後那個球呢 我拿出來之後 我就不再放回去 那 但是 這裡 之所以是超級合分配呢 他是說 這 我現在要只抽 抽到N個成功為止 那但是總共有幾個呢 我要抽到N個成功為止 那但是總共不是N 總共是 他有 它有 N個物件 但是呢 有 R個成功 有N個物件 有R個成功 那另外 N-R個失敗 也就是說 你放 你放 有N個球 這裡面呢 有R個球上面寫成成成功 另外 N-R個球上面寫成失敗 那 或者是你用黑球 白球帶 可以 黑球帶點失敗 白球帶點成功 可以 那也就是說 你有 有R個 白球 N-R個 P球 那這時候呢 隨機面數S是這組樣本中具備該個性的物件個數 這樣 聽懂 意思嗎 也就是說 白球 的個數 白球的個數 成功的個數 成功的次數 好 所以 現在呢 這一個問題 可以上空了嗎 有 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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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